近日贾静雯一家四口参加了一档公益节目 在节目中一家四口更是当起了小画家 为一只狗狗雕像上颜色 可今年只有三岁的布布却一刻都没有停下来 四分钟的节目中他更是来回跑动 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今年才三岁的布布已经拥有了一双大长腿了 而在当天他更是扎着一双马尾鞭子 肩上夸着一个粉红色的包包 身上则是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 下身穿了一件黑色的裤子 因为修杰凯与贾静雯的身高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作为女儿的布布自然就拥有着一只修长的大长腿了 很多网友看到这段视频后纷纷留言道 好可爱哦 布布好可爱 妈妈宠布布哦 这一家人真是幸福呢 好有爱的一家人 我还在这边 咯咯 诶 不要去 这边这边 这边 你很故意耶 你 你坏坏 哭了 還是 還真的試點這一次